統一師在聖騎士離隊前往韓之後 終於有了新羊頭的加入 2023年8月5號 獨立聯盟護國碼頭全隊發布官方消息 正中巴拉馬級右頭Rendor Delgado合約已被買斷 即將轉戰中華職棒加盟統一師隊 這部影片簡單的介紹一下 統一師的新羊頭Rendor Delgado Rendor Delgado今年33歲 是一名有多年大聯盟之力的右頭手 Rendor Delgado的小聯盟生涯可說是過得非常順利 幾乎每一年都會往上升一個層級 Rendor Delgado在2007年就加入了小聯盟體系 在新羊聯盟脫了兩年後 2009年升上了EA 2010年又往上升了兩個層級 在高階EA跟2A都有出賽的紀錄 2011年又往上升至了3A 2011年6月16日 亞特蘭大勇士隊將Rendor Delgado拉上了大聯盟 並且馬上在隔天就給了Rendor Delgado先發了機會 Rendor Delgado先發投了4局 失掉了3分 最後承擔敗頭 之後Delgado在大聯盟級3A間來回出賽 2011年3A的成績是2勝2敗 防御率4.15 而在大聯盟則先發了7場 攪出1勝1敗防御2.83的成績 2012年Delgado在勇士隊獲得不少先發機會 17場先發中拿下4勝9敗 防御率4.37的成績 2012年季末 Delgado被勇士隊交易至亞利桑那香尾蛇 2013年Delgado在香尾蛇3A 及大聯盟間來來回回 2013年賽季在大聯盟先發了19場 拿下5勝7敗 防御率4.26的成績 在3A則是先發了13場 拿下2勝5敗 防御率5.91 2014年Delgado開始轉為牛棚投手 初賽47場比賽 其中有43場都是後援初賽 角度4勝4敗 防御率4.87的成績 2014年球季中 發生一件較具爭議的事 Delgado在小瑋蛇對上海盜的賽事中 以95英里的訴求 砸在當時海賊王Andre McCartin的背上 Delgado立即遭到驅逐出場 原因是前一晚比賽的初生球 產生了爭議 而在賽前都有警告兩支隊伍的情況下 Delgado依舊對海盜隊的主力打者投出了初生球 不過最後 Delgado並沒有收到大聯盟的懲處 2015年可說是Delgado在大聯盟生涯最佳的一年 整季受到球隊的重用 出賽64場 拿下8勝4敗 防御率3.25的成績 隔年2016年也穩定在大聯盟出賽 後援出賽79場 拿下5勝2敗 防御率4.44的成績 2018年Delgado開季就被放入了商兵名單 整季只投了10場比賽 找出2勝0敗 防御率4.76的成績 2018年7月25號 Delgado遭到翔尾蛇指定讓度 並在7月31號遭到翔尾蛇隊釋出 2018年8月18號 翔尾蛇重新以小聯盟約 簽回了Delgado Delgado在3A出賽13場 留下0勝1敗 防御2.00的成績 並在季末成為自由球員 2019年1月 Delgado與芝加哥白襪簽下小聯盟合約 不過在3月20號就遭到了芝加哥白襪釋出 同年5月 紐約楊姬用小聯盟約簽下了Delgado 不過Delgado在3A的成績不太理想 僅出賽10場就吞下了5敗 防御率6.49 球季結束後再度成為自由球員 2023年Delgado代表巴拿馬出戰WBC 在3月8號中華隊對上巴拿馬的比賽中 中繼上場2.2局失掉1分 中場中華隊以5比12輸給巴拿馬 而Delgado拿下了該場比賽的勝頭 WBC後 Delgado前往獨立聯盟打球 Delgado在湖國馬頭全隊出賽了10場 留下5勝2敗 防御3.88的成績 以上就是統一式的信仰頭 倫兜Delgado的簡介 雖然統一在上半季封王 但在聖騎士離隊以及羅王獸上的情況下 是必要找到季候賽能用的羊頭 各位看好這位新羊頭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掰掰